知佛国 素晓永久知佛国 生命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 博学问答 请问 可以 他们家邻居有的状况 其实他们邻居有的状况 孩子入了很高的楼下来 现在是脑死没有浴室 空心而饮食 都是差 现在非常伤心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把管当患者死去吗 我们佛教主张自然死亡 不能够加工死亡 加工死亡就安乐死都叫加工 安乐死是人类自己想的 安慰自己的 死 那有什么叫做安乐死的 什么叫做安乐 你又不是他 你知道断气内战案一定安乐吗 有很多的人 他活着的时候觉得好苦 等到真要死的时候 他觉得还是要活的 他突然间后悔 很多这个案例出现 这样 对死民所在安乐死 在佛教来看 死痕可以死得其所 当然也有业 因为业障而受意外而死 无论哪一种 他就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修行人就是很正面 那周边的人要知道死亡是任何人都要经历的事情 要有这种认知 好接着来了 我们不加工死亡 那因此呢 那因此呢 当然我们也不加工 存活了 所以我们常主张说佛弟子 可以去签那个 什么呢 不做无畏的急救 不是不急救 急救还是可以急救 但不做无畏的急救 那无畏的急救也就是说你久病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今天什么 什么病危啦 又搞了一个打强心剂啦 什么样的 都已经病到了 已经 已经好几年了 而且这个是不可逆的疾病 可能第几期的癌症怎样子 你就去抢救了多一天 多活一天 多活两天 意义不大 这个时候 我们说 我们不要求这种无畏的急救 并不是说不急救 也不是明信急救 急救一定救的火 当然不一定 这样 但是刚刚这个例子是车祸 车祸 车祸就不是酒病 方向说 车祸在一定意义上 他希望我的招作能够让你火 你懂吗 这种情况之下 西医的进行急救 插管什么的 是他的灵机的判断 在佛法来讲 佛法说 不加工死亡 也不加工严密 加工严密 意思就是说 你就让你得病 我只能缓和治疗 比如说 癌症已经第四期 倒不可逆 最后末期 你超过第四期 第四期还叫期 末期是指的说 差不多就没有 任何积极性医疗 可逆医疗 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一种所谓的 实验性医疗 看人家要不要做 那很贵的 有的都很贵的 这样听懂吗 这有时候讲着末期 末期已经没期了 这样 跟灵期不同 灵期是指说 有这个东西但没发病 但你看到那个细胞 是灵期的 它有它的定义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 你痛 我可以注射一点点 缓和不痛的 这样 叫做缓和性医疗 它其实不叫医 它叫做缓和 缓和你的痛 所以它也叫医 但这个医 不是把它医好的医 叫做缓和让它不痛的医 这个是 在台湾已经进步到这样 你可以用缓和医疗 甚至回到家里 那护士的话大概每三天 拿了那个针 贴在身上 让你缓和一下 或者是 让你家人也学会 简易的处理 回到家比较好啊 减少医疗损耗 减少不适应的 这个寂寞感 这个叫做 不加工死亡 也不加工掩命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已经是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我们不去做那个无谓的急救 而我们也不去做无谓的切 气切跟插管 这样了解吗 但这些都在一个前提之下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做了 没有太大的积极的可逆反应 这样我们才说签署 而医生也觉得真的不要做 但是就 刚刚这个例子是 车祸 自杀 自杀 自杀接近车祸 也就是说这种事 不是本来正常死亡 是一种急性的 外力死亡 自杀也是我们外力啊 外力啊 外力啊 或者是 它是跳楼 这样 这 你可以把它等说 不小心摔下去也是这样 这都是 不是自然死亡 所以医生在判定的时候 基本上会尽量抢救 会这样 所以这个医疗行为上 就可理解 有没有说 每遇到死亡 我不加工严命 所以呢 跳楼 我也不加工严命 就也真正看到在那里 死亡 当然也不是 所以就 已经被发现 然后医生觉得还有命在 他就很可能做 强力的 这个这个急救 呃 现场的情况我不知道 第一 我也不是真正的医生专业 或者就理论上说 我觉得医生的处理 这种处理法 堪称合理 好 因为他是好好的一个人嘛 拿奥跳楼的嘛 那基于爱护生命 以及医生的天职 就是 用尽一切方法来救人 救人的命 这样的天职来说 他做那个 他做 他该做 应该合理 那问题又出在哪里 出在说 做了 结果没有 没有真正的 好像活回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他在那里 进入到变成 脑死状态 或者是 或者是 昏迷指数低于3 小于等于3 在台湾定义上就 或者在一般西医的定义上 就是脑死状态 那我告诉诸位 这是他的业 这是他家人的业 这更可能是搞不好 这是他的意志 他不想活 都有可能 那么业 地藏经上讲的业力论对啊 死不死活不活 在阴间论对啊等等 这时候要送地藏经给他 回向给他 让他放手 该往生就让他往生 就这样 第二种就是 我把他救活 但他不想活 的情况是这样 那这个呢 家人可以 在他耳朵旁边 家人首先要接受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 他可能有真不想活的想法 你要去命他 他就跟你拉拔嘛 你要把我救活 我就不想活 这也有可能 那这 这几种可能啊 那也有可能是 他本来不想活 现在想活了 可是业障陷情 让他活不了 这些都造成 活着的人跟当事人痛苦 所以有这种情况 第一他自己的意志 投入在这个生命状态里 那也可能想活 在业力线前 不让他活 也可能是 还有机会活 他自己不想活 这都有可能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首先就是 要帮他效应这样 放生 诵经 给他 第二 跟他说明 要跟他说明说 呃 自杀在一定意义上 也是杀自己 这也是一种罪 希望你能够忏悔 这本身这个作为就是一种罪 你要能忏悔 啊 父母或者是谁 他是人家的儿女 对不对 所以要爸爸妈妈要亲自说 我原谅你这样的行为 亲自说 但是说归说了 要真心原谅才可以 你要知道有些兄弟都不一定原谅彼此 为什么你要去死 那这样的话 你把照顾爸妈的责任丢给我 第一种 第二种说 为什么你要死 我这么爱你 哥哥我这么爱你 妹妹我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要死 你辜负我 再来 太太 女朋友 男朋友 恨 欸我们是 我们相爱耶 你这样 你这样对待我 那可见你不爱我 比如这 太多了 啊 其实想自杀的人 他真的是很无奈 你去责备他实在是不需要的 懂吗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亲人必须真实的来说 你做什么 你都没有处挠我 我都会原谅你 我们现在来面对是今后的事情 那其他事情是怎样 就跟他这样讲 就结果 如果你还能活 你还有那个意志想活 那你就要用意志活回来 我们也为你受惊 但是也有可能 我们的业力真的走到这里了 没有能活了 那你就放手 爸妈或者谁 我 我是你的什么人 我 我接受这个事实 就等同你久病一样 我接受这个事实 那你走 我们 一定有好姻缘 我也会为你念经回向 好 那 虽然自杀不好 我也会为你回向 那你也要求忏悔 无论他想活或不想活 现在你他听 因为他还听 他还没完全死嘛 所以你要告诉他 这件事情本身 他就要求忏悔 那我也会为你求忏悔 但我对你没有 没有不原谅 完全原谅 好的 再来 如果现在你愿意活了 你就努力活回来 我也会帮你忙 但是如果即便你努力要活 又活不回来的话 那你也放手 没关系 也应该要放手 有些时候生命就是这样子 已经一个动作了 他回不来了 好这样 第三是 他想活 也活不回来 他想死 也死不下去 他正在受业力活报 那这时候我也诵经 一定只有一个原因而已 鬼神过去的燕金寨主 再让他受苦 懂吗 再让他受苦 他不让他活 也不让他死 恰恰就是地藏经讲的那个样 赶快为他诵地藏经大圣经典 包括法华经 你都可以 他们家人能够送手 好 顺序就经当心 也OK 一直回向 他的冤亲在主 这样知道吗 所以这里都分了好多了 他的冤亲在主 他本人还有周边亲友 都要有正确的想法 好不好 是这样 就不要再哀伤了 已经事情过了 要来面对他 好 那也不要说 为什么是我们家 怎么样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爸爸得癌症 你也可以说 为什么是我爸 你了解吗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原因 神只要断 有100个理由 但断 唯一一个原因 就是你时间到了 因缘到了 就这样的原因 好不好 好 要这样讲 好 好 请问张 在家里人要不要自 在念佛的时候 要不要自取第一时间呢 还是任何他在念佛呢 越用功 越用功 当然你的时间就可以 好像说我本来就在用功 我本来就在用功 当然 我好像时间定或不定都没关系 但其实大部分的人 还是定个时间比较好 或者至少定个量 定个量 有时候时间上 最好第一优先定时间 你问我为什么 我们早课几点就要起来 晚课固定几点做 因为供修你都要这样了 你何况自己 就是把自己凹在一个 该吃饭就去吃饭 该念佛就去念佛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不要太随性 对 因为你随性 你可以一个电话讲三个小时 对不对 你毫无限制 你讲完再来念 你讲完没力气念 对不对 往生那是靠你平常的功夫 往生除非是走在路上 突然就被撞死 不然往生基本你是会知道的 气力不足了 跟平常不一样了 那看待什么事情 看淡了 或者是有一种留恋感 什么的 这一类的 那生病了老了 怎么你会知道的 所以不要 当那个时候是不要定时间的就是 不 当那个时候你就一心求生 已经都感受到要往生 就要一心求生 那不是定不定 那要一心求 好 我想问一下 但是往生的时候 是什么不想去认为 还是这整个一个 有一个极乐世界啊 或者是佛像 方向呢 有这种习惯性的佛像 或者是 极乐世界图在你身边 习惯的 你习惯的 那最好 对 你可以看得到 当时渐渐已经没力气 连抬眼皮都没力气了 那时候就是 意念 我要去极乐世界 其实真好 那种好的感觉要有 我在讲三十系念的时候 我不是讲说 你要有那种 失忆感 失忆感会比理性感还要强 所以说应该要有一种失忆感 很美的感觉 那种要有 平常那就是星球的心 不需要太观想 那个感觉就好 观想还很累喔 我告诉你 观想要有个相貌在那 抓住那个感觉 感觉不是观想的 感觉是回忆 回忆那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或者当然了 你要 你那个时候再来做观想 当然你很熟悉 你习惯于这样做 那也没关系 我是指一般人 临终的时候 心力都不足 应该抓的是感觉 我想要去 我什么都不要 我想要去 我够了 我对这世间我做够了 我也没什么欠缺了 那我放掉的一点都不值得留恋 因为不及极乐世界伊丽莎 就没什么留恋的 你只要想起来 不及极乐世界伊丽莎 这个口诀 你就什么都可以放了 老公也可以放 什么钱 家财万贯都可以放 什么功德也可以放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就这个要有 那这是一个感觉啊 这并不是要观想什么 那你多美啊 这多美 平常你就要 你就已经要成为一个定见 你现在再来观没有用 这样 有一种要观 阿弥陀佛来 那是你在观 万一他没来 你不是在那里穷等吗 不必 你只要念念的想我要去 就好像说我已经拿了票 我真的要出国去玩 我在那边等飞机 我在check in了 你还怕飞机不来吗 对不对 那你就不用急 平平看表 不必了嘛 对不对 他跟你保证他要来 那你也不用一直在往外探 去观想 那个长相 飞机大概应该长相怎样 都不必了嘛 那个感觉 啊 好棒 我都准备好了 我要这次可以去玩了 这样就好了 抓死这个感觉 最单纯 最单纯 你到时候他可能往生的时候 他会知道差不多 然后他就慢慢慢慢的 可能心里疼破 那么 那我们当他中念的时候 佛号是应该念慢慢的念 还是 为什么不行 中庸 理论上慢念才好 如果没有慢念的话就 他很难跟 这样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勉强吧 可以再慢一点 会影响他那个 有部分人会影响 我不敢说所有人都会影响 部分人会影响 因为他跟不上 他没力气你知道吗 但如果他平时是喜欢这个 就是这个 还要慢一点 这样一点的 对这个调子是可以的 但你可以慢 稍慢一点 不过话说回来 太慢了 你们阳寺的旁边念到睡着 这也不行 所以说就只能中庸偏慢这样而已 这样懂吗 抓中心 那太容易了 人间生活好坏 你很执着 你那个信愿一定弱 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考试只有一次 我们也没办法预先考 说果然百分之百耶 我百分之百放下了耶 不是这样 而是无止境的一直放 在你能力范围内 尽量放 多放一分 你多赚一分 多有一分把握 只能这样 可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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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所谓的一心决定 这个我在三十七年当中讲到 念佛念到心开的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 对了 对了 这个感觉对了 我不会再退了 我就是要这个 你懂吗 说不上来的 世间人 世间人是怎样 男女过去有夜感因缘很深 他们恩情很深 或者怨情很深 现在的一男一女见了面 他们都会说就是你 我要嫁我要娶的就是你 不用再解释 有没有 那夜感所追的 那是凡夫相 念佛念到了就是你 心开了 跟阿弥陀佛面对面见面了 那种感觉出现了 你就会知道 没别的了 我不会再选谁了 就这样 世间人都会有那种 男女不会选谁了 的经验过 当然不一定是你 我说有这种事情 那你念佛的时候 就是你跟阿弥陀见了面 那就是心开 就是所谓的自得心开 把自得心开解释成开悟 那是禅宗的解法 把自得心开解释成我这种解释 那才是净土宗的解法 这样懂吗 是不一样的 你去念啦 每一次都来参加佛妻 你一直求 你不要求 你知道有那个目标 就是说信念已经坚固 对 那个时候你连坚固都 我们讲说 洁净之词何劳挂词 就是这样 就是连洁净都不用讲 连信愿都不用讲 你想想看 你看对那个人的时候 不用谈什么爱不爱 就拉去结婚就是了 你懂意思吗 就这样子 那种感觉就 你也对我也对 大家都对 就这样 那欧弥陀永远对你是对的 是只差 如母义子 如子义母 子若不义母 那么母义子又能怎样呢 就这样子意思 所以是重点在我们这 如果 这个是不是叫做感应道教 这个 也可以叫做感应道 其实是叫心开 这叫自得心开 或者叫大起冲片身 这样子这感觉 应该是这样 感应道教是指的说 是指的说 我有所祈求 还在感应当中 那个是不用感应的 我就看到你了 我们干嘛感应呢 看不到才叫感应 感应还远 这种心开是更近 关系更近 这个心开是一定是 阿弥陀佛的心 不必 你心里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我喜欢 我要这样 好像也不是 不用喜欢 不用 不会喜欢了 不用 没有那种喜欢 喜欢了 你对你妈妈会说 我喜欢你吗 应该不是 是很贴切 这样感觉 你觉得 当然这是好的妈妈 有的她是坏妈妈 难说 一个真的母子连心的状态底下 那个我们不用去说 妈我孝顺你 妈我爱你 不用的 你懂吗 那就心连心那种感觉 是这个 会 那就是将 为她公公 将那个钱财去做 供养三宝 印金或者是建设 这一类的比较好 有一天舍不得是一定的 任何人都会舍不得 那你就要告诉她这样 你也顶多是尽告知之一 她放生可以吗 是为她 放生 为她放生当然也可以 但是现在放生不容易 第一个政府 如果是在台湾 我是讲台湾 如果她不是在台湾 我就要看哪一个国家 看容不容许 新加坡可以 那她也可以去做 写她爸爸的名字 可以 写跟她两个 可以 两个都写比较好 因为她也是 她爸爸用那种钱赚大的 吃大的 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机缘下 我看了两个住面的 她说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妇人 她有一天她就跟她 三个儿子媳妇跟女儿说 她一知十字 她七天后都会来接她 她那个孩子都不相信 但是有一天她七天后 她就在家里 把孩子就请回来吃饭 吃完饭以后她就先下座 坐在椅子上 打坐打坐就真的 头就低下来了 可能已经就死了 正好她要 低下来断气那个时候 她儿子从前面过来 女儿又从厕所出来 就看到她妈妈那种情形 她就在摇晃她 但是那个情形化是 一知十字已经被接引了 就是说她已经断气了 但是后来她妈 本来脸很好看 后来被她们这么一摇以后 她就回色就变得难看 她已经到了西方喜乐世界 被接走了 她还可以对她 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走 因为我刚刚说过 走当然也有很多种 她已经头低下 可能已经准备这样子而已 或者是说意识正在脱离 因为你终究 对终究阿弥陀接引你 还是得你自己离开神世 她不是把你拉走 不是一个开关switch on off 她还是一个你得要离开 这样的观念 不是的 所以她的错误错在哪 错在你看看 她还是临终想见她儿女 她不必这样就好了 她自己默默的宣告说 我什么时候要走 如果你们愿来看我的话 就来帮我念佛 不帮我念佛的 等隔天之后来帮我处理后事 这样就漂亮 她自己招这个业园的 我跟你讲 这就是血缘至上 老是要临终看儿女 你干嘛 临终要看爹娘 看儿女 这都是不需要的 临终最重要随缘 看佛陀最重要 有缘就来 没缘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是这样 要来看我念佛 不来看我随缘 隔天来帮我处理后事 我刚刚一句她有问题 因为我有 我有参加舞团 那有时候为了表演 或是比赛 那一直舞 两分钟 我们可能要练舞百次 那在练的这个当中 我有时候就发现 下意识里头 就突然自己回去 唱那个舞曲 或是说这种 落到巴士田 对 所以她刚问那个问题 我才想来 像我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不要再去 当然不要再去的 你已经搞成近乎外道去了 那已经太投入了 你懂吗 当然如果说那是一种工作 或者说我就要去跳舞 我就要怎么样 那为了吃饭 那这样的话我要分清楚 那个跟我的心灵无关 我专心学我的佛 但是那个已经不一样了 那个已经在巴士里头 你耗了太多时间 已经经历在那里了 那就不对了 因为你不需要靠那个生活了 现在这个已经要转 几乎要转行了 那更扯了 而且去到那种地方的话 已经完全是一个 已经宗教场域了 他误认为那 那都不对的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每天 最后的功课 才是读巴花经 那都完了 那读完以后 那我那个台灯 我就舍不得读完 我就觉得 让他照那个花经 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 可是这样如果长期 因为他不是投射灯 他是一般的充分 长期的去照他 会不会归准到这个心 那没关系 这是你因为欢喜心啊这样 或者你就点 你再去买一个LED灯 这比较弱 LED灯比较弱 像不会这样对他伤害那么大 也可以 好吧 μ rapping 哲鲨中华沐山协会 由政华波 涂民中华沐山协会 华波帐号 42138483 42138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